众子穿上小棉袄 包上衣以后给总的一个安全保障 制定专属的保育配方 针对性更好 还有神器莱助力 土地不均匀的调节下 也能实现均匀的波动 这漏波的马上那里就来信号了 春耕净显科技范 让全产业链全环节的数字化 在更广阔的空间推广和进入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春种一粒素 秋收万颗子 古雨一过 作为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东北地区 已经从南往北开始春耕了 春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首站 也是一年收成的基础 今年黑龙江吉林都启动了 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重点推进 粮田 粮种 粮机 粮法 智慧农业 四粮一制建设 做生产 提产能 力争在更高水平上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那么今年东北的春耕有什么新的变化 在春耕中出现了哪些农业高科技 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这几天 公寓节气刚过 黑龙江加姆斯市 滑南县的这家农业合作社 就开始播种玉米了 这是今年全县最早播种玉米的合作社 县里的负责人也赶来帮忙协调 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位置松了是吧 对 这个轮掉了 造成它割完那个种子 它那个往下压的那个力度没有了 所以它种子就割身就伏在上边了 这家合作社今年选中的 是一款新的枣熟玉米品种 播种时间也比其他的品种 要提前了十天左右 别看只提前十天 但气温和地温也会低好几度 那么在这样的低温条件下 种子能不能抗动 出苗率能不能保证呢 别担心 现在农户们有了新的秘密武器 主要就是这个褒衣 这个褒衣特别烈 就是种植当中疾病少 就是说在这个春天不早的时候 它可以抗低温 现在种子都是褒衣 对 它这属于什么色啊 这个是 包了好几层的 好几种色 是花花的是吧 对对 好几层的 它包了三层啊 这些种子表面包裹的花花绿绿的衣服 叫包衣 是一种化学合成的专业种液剂 能够起到保护种子 抗寒抗病的作用 这在气候严寒 气温偏低的北方地区 对春耕播种非常管用 种子包衣是一项促进农业 增收风产的高新技术 简单来说 就是将杀虫剂 杀菌剂 复合肥料等多种成分 按一定比例均匀包覆在种子表面 形成一层药膜 不仅能让种子防病抗寒 还能给种子提供养分 促进其生长 以前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 没有推广和普及 种子在播种后 常常因虫害不耐寒等情况 死亡率较高 近年来 随着我国农业科研工作不断进步 这项种子包衣技术 也逐渐成熟和完善 当地相关部门在进行调研和实验后 也针对各地不同情况 对这项技术进行推广和普及 在黑龙江 这种用上包衣的种子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很多农户都选择购买这种种子 以提高播种成活率 不包衣的时候 那是必须一点去扛出头 跑去种啊 种完了没出 再重复 包上衣以后 虽然给种子创业一个安全保障 就是现在一个小庙似的 小庙似的 我在地里我放十天或二天 我有个保护膜 我也不分点 都有水分的时候我还除 它就是我们最长的时候 有去年是前年 隔离地里一个月 再下雨它还除 这就是它的一个最强的保障 每一项种子培育和养护技术的发展进步 都凝聚了科研人员大量的心血和努力 这个看似简单的种子包衣 其背后也大有学问 粮食作物的种子品种有很多 研究人员要针对每个品种的特性 进行专业而复杂的分析 为它量身定做一个适合的包衣方案 而同一个种子品种 也还要根据它实际种植地区的土壤 气候等条件 进行更精细的分析 制定出最匹配的包衣配方 之后再经过反复实验 不断改良 调整 最终才能为这个种子 确定一款属于它自己的包衣 可以说 要经历无数次尝试和失败 才能取得突破和进步 这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 一家种子研发生产企业 技术人员正在试验田里 进行一种玉米包衣的播种试验 这是我们包衣完了种子存的一些样品 我们每年大概会做千余份 不同处理的种移基的包衣方案 根据每个品种的特性 种植区域 病同害的发生特点 然后制定专属的一个包衣配方 这样的话我们都会针对性更好 然后也会达到一个更经济 更节约的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方式 为了让种子包衣技术更好地发挥效应 应用于春耕生产 黑龙江省从去年开始 每年拿出上千万资金 对大豆等作物种植面积大 病害严重的一些地区 给予农户购买种衣剂补贴等优惠政策 以促进技术推广 提高春耕播种质量 现在用上种子包衣技术的农户们 可以选择很多以前不敢种 担心不耐寒不抗病的早树品种 能早播种早收割 种的粮食和作物就能抢占商机 在市场上卖出个好价钱 一些有大型机械的合作社 还可以利用时间差 用腾出来的农机给其他农户播种 增加一项收入 早播种完了我们给自己播完了 我们还可以对外给老百姓播 等到秋天我们可以就早收 9月20号我们就可以收割 收割完事以后完了 对晚收品种我们还可以进行收割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好种子带来好收成 近年来为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 各地都在整合资源 加大对粮种培育和养护的科研工作 把好种子牢牢钻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而要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不仅需要量种还需要量机 这里是吉林四平市梨树县的一块万亩玉米试验田 这台大型机械正在忙着播种玉米 这个大家伙不是普通的播种机 而是叫做免根播种一体机 别看它模样有点怪 动作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很敏捷 但却有着大本领 我觉得这一台机就把这四个车都解决了 这一个机器就能顶四台车 听起来的确很能干 通常农户们用传统方法进行播种 需要四个步骤 首先要把播种带上环田的接杆 用机器全部清理出去 然后对田地进行生耕 平整 再由播种机进入地里进行播种 施肥 最后再给播下的种子浇水 这四个步骤需要四台不同的车来回进出 不仅花费的人力物力多 而且车辆反复碾压 也会对耕地造成破坏 如今用这台新研发的播种机 只需要走一趟 就能把这四个步骤按顺序全部一次完成 是一种既高效 节省成本 又保护耕地的耕作方式 这个是免耕播种 可以在接根很多成效进行播种 就是土地不均匀的条件下 用这个办法也能实现均匀的播种 这是最大的变化 更加标准化了 就更加智能化了 这台新型播种机 是由中国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 联合当地一家专业农机公司 共同投资研发的 研发团队用三年时间 成功研发出这款调耕和播种 一体化的机器 其耕作的效率和精准度 与传统机器相比 有了大幅提高 目前这款机器 已经在吉林当地一些地区应用 并取得不错的效果 刘凤芝是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他对这款新机器也很感兴趣 因为这款新机器还在试用阶段 机器的研发和技术人员 也来到现场进行指导 一位驾驶员因为对新机器不熟悉 操作不当导致机器出现了故障 好像是碰刮那儿的 刮一下子 开车的时候提升高度不够 造成那个耐地的 它一轮就把它弄掉 一轮就是提升高度不够的时候 改地一拐弯把它轮坏了 张老师那你说就这种情况 得什么时间提起来是最好的 就是伤情大的时候 你就得把它提起来 这块有个挂钩 这提起来就挂上了 技术人员告诉刘凤芝 这台机器更精细 更智能 在使用时一定要遵守操作规范 农机操作人员也需要跟上 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 不断学习新技能 为了更好的推广应用 新型农业机械 以提高播种效率 保护耕地 当地政府对购买这款 新型机器的农户 给予一定的补贴 并为研发单位 颁发农业新技术奖项 今年吉林省使用免耕播种机 已经达5万台 更为高效 高质量的耕作技术 正在逐步推广普及 这里是吉林四平市的 另外一家农场 这家农场今年在春耕中 也用上了新装备 这里使用的播种机 装上了一套更智能化 数字化的设备 这就是由长春理工大学的 专业团队研发的 智能化种子漏播报警器 哪个漏播了 说他干活是漏播了 马上那里就来信号了 就马上就 告诉你哪路漏播了 这里为什么没有籽呢 回头马上就得整 种子漏播通常是因为 播种机出现故障 或者意外情况 导致一部分种子 没有成功播种上 如果种子漏播 没有及时发现和补种 将导致部分耕地 缺苗荒废 使粮食减产 以往农户在使用播种机的时候 最担心出现这种种子漏播的情况 通常播种机在工作时 会同时覆盖至少四笼地 最多的能覆盖十多笼 这么大的耕地面积 出现了漏播 但却不知道具体位置 以往只能靠农民 用人工一笼一笼地 花大力气去找 既费时间又费人力 能不能通过高科技手段 精确地找到漏播点呢 当地政府和企业 找到长春理工大学的 专业研究团队寻求帮助 经过数年研究和反复实验 研究团队研制出一套 智能化漏播警报系统 能准确发现漏播点 并以此为基础 把所有播种和施肥数据 采集起来 形成一套数字化管理控制系统 这套系统不仅能提醒漏播 还能精准控制施肥量 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 提高更做效率 咱们用的是一个光学传感器 只要中间有这个落子的话 就把这个光信号就挡住了 挡住了这个光信号 我后面的控制器 然后就判断它是一个落子信号 把计算机相关的算法的内容 给它运用到 一直到咱们这个控制器 然后采用了相关的一些 控制器策略 优化了整个系统 目前当地政府正在部署 更系统性的 现代化农机研发工作 希望以先进技术助力 推动农业耕作技术升级换代 促进现代化农业向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迈进 加快智能农机 智能装备制造 与这个农业技术啊 这种整合和相互融合的力度 让全产业链 全环节的数字化 在更广阔的空间内 得到广泛的生产 推广和应用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 我国的粮食需求仍在增长 全面提升粮食产能 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而对于人多地少 人均耕地面积有限的我国来说 要推动粮食产能 迈上新台阶 离不开科技这第一生产力 刚才我们看到 不论是种子技术的秘密武器 还是农业新装备的推广使用 都是借助于科技 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挖掘粮食生产的潜能 藏粮余地 藏粮余剂 抓住科技这个牛鼻子 优化提升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 才能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的提升 感谢您收看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